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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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我们单位的老局长 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 上面呢 又拍下来一支 不是 一位 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 在这几个眼上 我们科长传唤我 凭书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 估计这次是饭碗不饱了 哎呀 完了 马科长 马科长 哎呀 小好啊 进来来 不好意思啊 大叫您睡觉了 没事 我这一会儿一觉 不耽误 坐 最近 家里都挺好的啊 演不钱还凑合 这以后什么样 就交给命运吧 我听说你在单位 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我检讨 我太贪玩了 打乒乓球害人害己 我以后再打乒乓球 我就自费双手 我 我拒绝黄 拒绝赌 拒绝乒乓球 我这么跟你说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 巧了 他也喜欢打乒乓球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科长呀 你这就为难我了 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 局长我哪敢管呢 好贱哪 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 究其原因 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么下去 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真的吗 那我就放心了 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陶剑 现在是你的爱好 撞上了领导的爱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 都诈尸的好机会 你 你不兴奋吗 兴奋点在哪呢 来来来 你坐这 你看啊 咱们可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 那你要是打乒乓球 能把领导给赔舒服了 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红人了 魏小宝陪康熙睡觉 那最后魏小宝成什么了 太监呢 行了 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 就是练习乒乓球 把那个工作呀 放一放 分清主刺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 就陪领导打球啊 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说谁呢 我不会那样 说谁马屁精呢 能干你就干 不能干你就走吧 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 你看马科长 我不是那意思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 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 这不至于吧 不至于 好姐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 我马屁精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这个 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他鱼沟上一条一条刮鱼 这个 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 这个 喜欢闻丸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 这个 喜欢我 所以好见 你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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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说谁呢 你这个怎么一样 呸呸呸呸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不会聊天呢 我怎么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 我也纳闷了哈 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 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 难道 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不单单是这样 我告诉你 开会是讲究技巧的 领导一发言 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 我马上给一个 嗯 领导就想了 怎么的 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 等他全说完了 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马上就跟一个 啊 我要让领导感受到 我被他的话洗礼了 而且大彻大悟 最后我还和领导 站到了一对 啊 听君一席话 颠覆人生观啊 所以说好见 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 你还要做到 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 让他一想到球 就想到你 一想到你 他手就痒痒 明白 就是让我树立一个 欠揍的形象呗 那我这一欠揍了 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何止是转正的 看见了吧 我这个办公室 就是你的了 好科长 别别别 好科长 好科长 来来来 好科长来 坐下坐下 好科长 不不不 坐下感受一下 坐坐坐 感受一下 坐坐坐 啊 哎呀 哎呀 咱们也尝尝 做领导的姿位 哎呀 这椅子是舒服呀 怪不得你上班说 总睡觉呢 哎呀 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 那我还不得 雨时长眠呢 哈哈哈哈 你想怎么眠 就怎么眠 好科长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是好科长 你是哪位 杜局长 呀 那对不起了 您拨打的电话呢 他关机了 你给我起来 哎杜局长 对我在 我在 刚才是串线了吧 您现在要过来 好的好的 哎呦太好了 正好我这有个好消息 等着您 机长马上到 太好了 他来了 我们俩去哪玩啊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老机长进去了 他那个麻将桌 我也给他处理了 以后呢 你们就在我这玩 我给你们当裁判 哈哈哈哈 好见哪 这对于你来说 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 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贵人哪 哎 遇到您之前 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 我竟走弯路了 谢谢了 马科长 哎 不 马处长 哎呦 不敢当 不敢当 好科长 早晚的事啊 马处长 使不得 使不得 好科长 使得得 使得多 马处长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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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情绪 好 准备迎接 再 赛 赛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 我就触犯谁 真是 真是 微博 还带配重呢 风大 我妈怕 挂丢了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 来 局长 坐下舌 马科长 哎 你可是老同志了 嗯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我说他们了 我说你们就再练 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 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 年年都是冠军的 哎 别恭维我啊 有一年是亚军 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 全是水分 不能全是水分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得过一年亚军 是啊 那年我是副局长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啊 好了好了 扯远了扯远了啊 哎 你刚才在电话里面我说啊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什么好消息啊 啊 好 那 啊 那什么 局长问你呢 什么好消息 问我的吗 我姓好 我叫好消息 你叫好消息 他妈给他记得 你说怎么玩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 猜不出来吧 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你猜想出来了 你再告诉我 你给我回来 你这太没礼貌了 局长问你话呢 别先话太难了 我脑人都要炸了 你好歹你别人 你得是说想一个 你再说 说了你再走啊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 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噼里啪啦的 对 嘶儿瓦烂叫的 影响马科长睡觉 写材料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 这个小同志 反应问题很及时 正好在我已经了解 情况之后 多余不 马科长 你们科有个叫好贱的 据我了解啊 这个小伙子 业务能力很强 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我这真替他高兴 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好见同志学习 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 没有捷径可走 只能兢兢业业业 脚踏实地 另外 没啥事的时候 别老给自己起些个意名 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 你说你都不敢接受 多可悲呀 局长 我是好见 对不起 我错了 够了 这是你的错吗 杜局长 是我的错 你要说就说我吧 是我思想一直松懈属于管理 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意名 妈呀 这是个乒乓酒坛啊 我都不知道啊 够了 马鲸鲸 马屁鲸 骇群之马 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 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 留须拍马走捷径 等候处理吧 杜局长 杜局长我错了 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出大事了 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派进去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 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 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为什么呢 这就直飞了半只脸哪 他被写不是天真 是无形 攻击等战斗机偶连 一定一等一战不得好 亲爱的朋友们 过年好 郭子我给您拜年了 祝您工作胜利 合家欢乐 万事如意 接着啊 给我媳妇留着 亲爱的 回来了 送给你的小礼物 放那儿吧 怎么不高兴了 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 你最好看 你漂亮 你啊 沉鱼落雁 避泻修虾 你说什么 说你避泻修虾 你好看 在水里你最好看 避泻修虾 那叫避月修花 啊 我说了半辈子避泻修虾 哈哈 坐哪 怎么了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 卡上钱不对 怎么回事啊 钱不对 不可能 我没动过 你还不了解我 亲爱的 我自从给你结了婚之后 我就没见过钱 全是卡 吃饭有饭卡 坐车有公交卡 看病有医保卡 我是被卡住了 手机上抢的红包 我都转给你了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 是多了 多了 多了五万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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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胡啊 谁给你打麻将 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我还问你呢 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有人来 你回来 你告诉我 五万块钱从哪来的 五 哎 先开门行不行 以后再说 五万 您好 请问这是郭科长家吗 你是 我是老刘 来给郭科长拜个年 顺便找个汇报一下工作 啊 汇报工作的事情 上班开始 老刘 哎呦 郭科长 您好 您好 给您拜您的啊 您好 您好 这 不是 我让他去 这习惯了嘛 坐 坐 怎么到家来了 哎呀 郭科长 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 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有什么不踏实的 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 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太好了 那过完年 我可就找人开工了 喝茶啊 好嘞 老刘 干什么 怎么了 什么 老刘 来坐坐坐 老刘 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 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是 我是说过 老刘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 我正等着你呢 好人呐 好人呐 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 给他吧 你等会 你看这个树对得上吗 哦对了 老刘 来坐 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那 那就看您要多少了 五千 五千 行啦 行啦 还差三 五万五 多一个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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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胡 好 行 五万就五万 哈哈哈哈 老刘 你自投罗网 给他 来 五万给你 这次算你过关了 本来就是嘛 给我五万 郭科长 你没病吧 你才有病 老刘啊老刘 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前年 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五万块钱被举报 进去了 我当上了副科长 去年 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五万块钱被举报 进去了 我当上了科长 现在我再拿你五万块钱 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不不 是 你那个就是 您说的是前科长跟金科长 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 因为什么呀 一个字 贪 你就说前科长吧 嗯 贪上了个倒霉媳妇 是礼就敢收 是钱就敢要 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 你说这种媳妇能要吗 这就是个狐狸精 这就是个丧门星 我没说你 媳妇 你是好媳妇 你必先修行啊 哎不哎 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 那个那个金科长呢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 被带走的那天 跟我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 郭子呀 我的老妈还有孩子 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 我答应了 第二句话 不要走哥哥的老路 记住 谁要因为办事 再给你送礼送钱 你就一个字 打 你给我站起来 我我我我我我没坐着 坐下 站起来 谁让你坐下了 我 哎 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我我我可打不过您的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 嗯 您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把钱收回去 好 那我 哎不 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 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 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他还没表示呢 没表示 啊 你为什么不表示 我不是 这么说吧 我都了解了 都说您这人 特别的联名 特别的工程 特别的 特别 所以我 你到底表示没有 我真的没表示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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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我要 我要你好好工作 钱 不要 好啊 真是好领导啊 好 棒 棒 哎 老刘 慢走 老公 这五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 老公 都说 反腐永远在路上 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啊 我本来就不想贪 你说你 那可是这五万块钱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这个人 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桥门 哎呀 谁桥门 看你瞎的那个样 哎呀 这是谁呢 请问是郭哥长家吗 你是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小童 郭哥 小童童 大郭郭 你俩这是干啥呢 这是 你你不知道 现在这九零后的小孩在办公室 你要不跟他玩 他就不听你的 哈哈哈哈 来来来坐坐坐 来来坐坐坐坐 给他冲咖啡 他喝咖啡 我不喝 喝了晚上睡不着 没你事了 就没我事了 不 您别误会 我今天来呀 就是想问郭哥我转正的事 姐姐 转正 还姐姐 是 是 他转了正 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啊 不是 姐姐 啊不 嫂子 是这样的 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 这不 适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 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 能不能转正 看你 你也是 说话说不清楚 转正转正 不是你那个转 怎么了 你要转正 你要转正 对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郭科长我承认 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 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 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 但是 后来我明白了 不管几零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是 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 我就说别的表现 别的表现 你说我男朋友的事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 身边都是男闺蜜 最近没有男朋友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 我是说 对我表示 就是那种表示 郭科长您中风了 等一下 快看 老公 别闹 你快坐下 别跟我演戏 我问你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对 为了转正五万块钱有没有 咬牙也没用 五万块钱有没有 郭科长 没想到您既然是这样的人 我什么人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 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我是苍蝇 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那你别当了 会上你说打苍蝇 会下你就当苍蝇 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 你管我要五万块钱 这要工作几年 你得要多少啊 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你别说这个 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给你打钱 我就是转不了正 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你等等 不是他 看什么看 有本事接着说呀 有本事接着说呀 好 那我就教育教育你 做好了 我告诉你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 反腐力度这么大 你还敢顶风作案 大老虎我是见不着 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小姑娘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不是 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谁跟你一伙的 小童 是这么回事 我吧 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 平白无故 多出了五万块钱 我们俩也在找是谁 想给人退回去 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 我得知道是谁呀 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郭科长 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 摇摇耳朵 让您出出汗呀 一套一套 哎呀 你是 这谁呀 这里是郭哥家吧 找我 小语 小童 小语 小童 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找郭哥的 找我 您就是郭哥 郭 那你就是郭嫂 又没我事了 什么呀 这是我领导郭科长 这才是嫂子呢 嫂子 对不起啊 嫂子 嫂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谁呀 郭哥 这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以后找不到你 你都干什么了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 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都是谁呀 八戒 沙僧 还有猴子 你们是要取经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 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 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我都不知道 后来呢 后来啊 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 结果 就是郭哥打给我两万块钱 郭哥 这事你还记得吧 就是你呀 你还记得吗 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 大学生创业 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 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 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样吗 我比他亮 那两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一点作用没起 是起了大作用了 这孩子说话大成细 郭哥 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什么钱 你没收到 等会 哎哎哎 别睡了别睡了 谁睡了 过来听听 多少 五万 五万 在这呢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郭哥 是这么回事 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 并不是乞讨 您打给我这两万块钱呢 我是同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 现在这五万 只是第一笔分红 往后 每一年都有 好好好好好 好好 才迷你 我告诉你 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 我不图回报的 不不不 郭哥 你可真错 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 这当初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给我的不光是钱 是最大的鼓励 你是我的合伙人 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听见了吗 都听见了吗 说我存私房钱 说我是苍蝇 我是大英雄 小伙子 再也不要提钱了 我一分都不要 我告诉你 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 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 太棒了 我都被你们感动了 一个是乐于助人的郭科长 一个是自强不息的好同学 你们俩简直一模一样 不一样 我比他亮 明白了吧 哎呀 我可能过一个踏实的年了 不 我过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年 哎小伙子都留下在我家吃饭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祝大家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和江湖哥 本事如意 新穿大集 为什么呢 没准就直背了半只脸的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许 公司等你 再套机 OK 你必一等 一点目视的好 射起命精很平凡 我一干就是正把念 按量扣两地分局真难受啊 今天灰甲要退院 我兴奋 尹警官 小薇 尹警官 咋了 听说你要掉走了 我心里难受啊 我掉走是回去和你骚子团聚 是好事 好事你哭啥的 来来来 兴奋 再兴奋 小薇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啊 你工作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你走吧 尹警官你怎么了 没事你爷了我一下 我去给你拿个馒头 你想野死我呀 小薇啊 从里边出来把念朵了 是 表现得很好 继续下屠 记住不管到那儿都要做一个烫烫烫烫烫的难自汉 鱼警官再见 再见 老鱼 老鱼 老鱼呢 您是 我是来接替鱼警官的 我姓邵 邵警官好 你好你好 鱼警官刚走 走了 哎呀这个鱼三快呀 鱼三快 就是鱼警官 我们两个警校同学 上下铺的兄弟 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 我们给他起个外号鱼三快 情绪转化的快 我们两个吵完架 我给他道个歉吧 还没走他跟前呢 我兴奋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跑得快 每次追小偷啊 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我有体会 一块办过案 被他办过案 反应快 只要老百姓需要他 喊一声 鱼三快 撑 他就出来了 谁叫我来 鱼 老鱼 老少 嗨 来吧 好 嗨 给你了 来吧 你怎么回来了 护车票忙带了呀 换哪了 在桌子上呢 我给你找找 老少 你干啥来 我帮你找找火车票 找啥了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 老鱼啊 老少 老鱼啊 我听说你接我来班 我很兴奋啊 老鱼啊 老少 我这情况你了解呀 是是是 我和你骚子 两地分居八年了呀 为这个事 你骚子一个人很寂寞呀 我也很寂寞呀 是是 现在好了 领导管醒我 把我调回你 骚子身边了 你骚子兴奋的 我这个心里也兴奋的 老鱼啊 老少 我没 给你骚子带口 对对对 我走了呀 老少 我和你骚子团聚 你不兴奋呢 我兴奋呢 你兴奋我进来半天 你没有说一句话 老鱼啊 别说了 没有时间了 这我 他让我说话了吗 没 这就是鱼三块 谁叫我 没人叫你 我听了刚才 你叫鱼三块 我就跟他说呀 这就是鱼三块 老少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呀 你说你说 小薇的事 来来来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老少 你躲着 你快坐吧 从今王侯这个动作 就是你坐了 你跟他客气 小薇 抓紧时间把你的情况 向邵警官介绍一下 邵警官 我以前工作不太好 别说了 想调动工作是不是 年轻人我得说你两句 干工作嘛 要干一行爱一行 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小偷 小偷也要坚持下去嘛 独穿嘞 谁独穿呢 你还是独穿呢 老少 老少 我给你开玩笑 什么 还是我说吧 情况是这样的 小薇 在里边 表现得很好 提前释放出来半年多 好好 表现得更好了 但是现在呀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呀 工作问题解决不了 哎呀 我就想啊 找一个什么工作 适合小偉干 咦 后来我想到了 快递公司 非常适合小偷干 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你仔细说 我路熟 门清 谁家什么时候有人 什么时候没人 我一清二楚 万一有个极劲 就算他家没人 我也能放他家桌子上 我是说我能干好 他表达个心情 我明白 我就找到了快递公司的望东 望东答应要他了 这不挺好吗 到现在没给我信呢 嗨 我明白了 今天晚上 我去找望东去 老少王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啊 你说 晚上你不要去啊 哦 怎么了 让你媳妇去 哦 为什么呢 你没有见过望东啊 大搞个 气质很好啊 最重要的 那个望东是个单身 你老婆去吧 你什么意思 是个鱼三块 女的 王老板是个女的 两个女人好有交流嘛 就是 哎呀 你想哪儿去了 你这个人 你这火车 哎呦 我懂了啊 我懂了 我懂了 咱火车 一路不去 于京官再见 哎呀呀 小北啊 别再叫鱼三块了 我了解他 再叫鱼三块 他还回来 少警官 这么早 您还没吃早饭呢吗 没呢 我去买煎饼 给您带一个 行 哎对 我得给你钱啊 多少钱 三块 谁叫我嘞 没人叫你啊 不停的叫三块 煎饼三块 哎呀 你跟我说吧 老少王 我突然想起一个 很重要的事 你说吧 萧鹤 买盒分着萧鹤 两口子都醒鹤 哎呀 这两口子 甜甜的打架呀 打架我去 劝架不完了吗 他家这个架不好劝 哎呀 我怎么连劝架 都不会了呢 萧鹤 来来来来 萧鹤两口子抄价 你见过吧 见过 来 大家咽一下啊 好 你来萧鹤 我来她媳妇 没问题 好好好 这还演上了 行 开始 小鹤 你无情 你冷酷 你无力取脑 你不无情 你不冷酷 你不无力取脑 哪里无情 哪里冷酷 哪里无力取脑 你哪儿都无情 哪儿都冷酷 哪儿都无力取脑 你是这有劝吗 这下 你这里无情 这里冷酷 我这里无力取脑 我就无情 我就冷酷 我就无力取脑 别别别 你无情 你冷酷 你无力取脑 你无情 你冷酷 你无力取脑 你无情 你冷酷 你无力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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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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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 你们两口子这是 这个假不好劝吧 还真是不好劝 老嫂 我告诉你个绝招 你说你说 你去了以后 你吓唬她 哦哦 不要管她媳妇 直接进去冲着小鹤去 小鹤 你干了 你这假暴 我拘留你 我我我明白了 你走吧 老嫂 你赖一遍 不用吧 你赖一遍 哎呀 你这是假暴 我拘留你 你看看 我就担心你这个样 怎么了 连头子这么打架呢 你去了 你的形分呢 行啊 你形分 你这是假暴 我拘留你 我刚出来 哎 没说你啊 老嫂 我明白了 你一时半会也说不完 来来来来 你坐着说吧 好好好 老嫂 谢谢啊 老嫂 这个凳子过去是我坐的 现在这把凳子是我的 我这个凳子你坐着舒服嘛 嗯 舒服极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凳子上面有个顶子 是吗 哎 我怎么没觉着呀 哎 过去我也没有觉着 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 这个顶子出来扎我一下 我把它摁下去 过一段时间 这个顶子又出来扎我一下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走吧 你走了 我把这钉子拔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拔它 不拔 不拔让这钉子天天扎我呀 你身后鞋的啥 为人民服务 你就坐在这儿 为人民服务 老嫂啊 咱在这个凳子上面 坐舒服了 老百姓可就不舒服了 好 老鱼啊 来来来来来 你坐你坐 我听明白了 你这来来回回的事 对我不放心啊 老鱼 你心里装着老百姓 我心里也装着老百姓 你兴奋 我比你更兴奋 三号楼的长奶奶 那是一位孤寡老人 你放心吧 你走了以后 我每天去她家一趟 六一小学门口的安保问题 你放心 你走了以后 每到孩子们放学那个点 我准站在孩子们中间 十号楼的李大爷 身边没有亲人 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 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 你放心 你走了以后 我就是她儿子 可以 还有张大姐 张大姐今年都四十岁了 还没有男朋友 我去 我给她找个好的 还有大妈们 跳广场舞的问题 你走吧 我一定协调好 让他们不扰民 还能跳好 不 不 不 来 哎呀 小伟啊 我刚才对于警官 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有点太兴奋了 不行 我得给他道个歉 余三块 余三块 怎么还有回事啊 于警官 于警官 别别别 你们二位这是 谁来送于警官来 于警官他已经走了 我说不让你化妆 不让你化妆 你别化妆 耽误事了吧 你冷酷 你无情 你无理取闹 你不无情 你不冷酷 你不无理取闹 你们二位姓何吧 你咋知道的 我一来就认识你们俩 咱俩还成打命醒了 俗不而死的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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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大爷 别着急 你孙子不见了 我孙子是于警官 大爷于警官走了 打今儿起 他就是您儿子 你是于警官的爹 对 我们是同事 于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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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们大家别找于警官了 于警官调回家了 跟他老婆团聚了 他老婆都来了 啊 啊 啊 是啊 嫂子 哎呀 过年好啊 大爷 哎呀 嫂子 你怎么来了呢 我不来行吗 啊 我就知道 我们家老 我们家老鱼呀 啊 这大过年的 放心不下社区 放心不下工作 啊 你说他不回去 我咋办呢 所以我就把我这二百多斤呀 送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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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瞎子这份大礼了 不是 你说什么 老鱼都上火车了 啊 他走了 不可能 他走不了 哦 为什么 我在我们家呀 一言九鼎 我说句话 他吓得都哆嗦 是吗 我现在一块喊一个 他准回来 哦 来来来 余三块 谁叫我嘞 谁叫 来来来来 老鱼啊 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 老少王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不是 你这时间来得及吗 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为什么 货车开兜了 哈哈哈 老鱼啊 这嫂子在家肯定得生你的气啊 你叫我谢谢你 没啥 我在家一言九丁啊 哦 我说句话 那嫂子吓得真哆嗦呀 哎呀 开玩笑了 我跟你 你排我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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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鱼啊 你这是什么情况 你多兴奋啊 哈哈 哎呀 媳妇啊 你咋来了呀 我来的你 哎 我当然高兴了呀 老鱼的媳妇 漂亮不漂亮 漂亮 这分量足不足 不足 哎两口子amat配不 sv 哎呀大过年的 老鱼 听一个 哈哈哈哈哈 哎 行了 咱大家一块找我相好不好 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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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阳灵灵灵过年了啊 一起喊我行分啊 一块喊 一 二 三 我行犯 為什麼呢 這就只背了半個臉的 阿拜你這不是天子 是無錫 攻擊一種戰鬥自由面 你必一種一條目的好 老李 你在陪我跳會兒唄 兄弟 我都陪你跳六個小時了 我這鞋底都摸沒了 你 你讓我回去吧 你也快走吧 回家 我不回家 我兒子成天忙工作 也不搭理我 我回去幹嘛呀 我不是讓你裝病嗎 你一裝病你兒子不就關心你了嗎 你出了什麼主意啊 我都這歲數了 你讓我裝多動陣 那我裝的也不像啊 他咋能不像呢 我是根據你的特點 給你挑這麼個病啊 我什麼特點啊 你 你廣場舞跳這麼好 大夥關你叫啥 廣場楊麗皮 你都楊麗皮了 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動作揉到多動陣裡 不就行了嗎 對呀 那我趕緊回家試試去啊 兄弟 加油 放心 我 楊麗皮 欸 張秘書 晚上那個應酬安排得怎麼樣了 對今天那個客戶非常重要 對 兒子 爸 沒叫你 兒子 一會兒別走了 爸給你包餃子 你把改完那個餃子趕緊給我發過來 不是 是稿子 芹菜餡兒就行嗎 你幹活能不能芹菜點 不是 是芹快點 爸 我打電話 不是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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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病了 兒子 怎麼辦啊 兒子 你快理理我啊 兒子 爸 爸 你這病怎麼還升級了呢 都病兩天了 不得有點進步嗎 哪有老頭得多動症的呀 那我就得了 你看 怎麼辦 行 你要非說你得了也不怕啊 我給你請大夫了 你請大夫幹嘛呀 讓大夫給你看看 大夫要說你沒病 你就別嚇唬自己了啊 那 他要說我有病呢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 行不行 行 你放心吧 我肯定有病 大夫來了我也不怕他 他什麼時候來 啊 你是 爸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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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總家吧 您好 您是艾醫生吧 唉 別那麼客氣 什麼醫生不醫生的 叫我專家就行 啊 早就聽說了 在治療兒童多動症領域 您在全市可是首期一旨啊 聽他們跟那瞎吹 什麼全市 全世界 差一個字 差不少的 這大豪彩 行了 趕緊把孩子叫出來吧 是這樣 我們家這情況啊 都 什麼晚上跑去吧 那是我爸 爸 你幹什麼去 爸 孩子在禮物呢是吧 瞧給老爺子氣的 行了 我進去瞅瞅孩子 寶貝 叔叔抓你來了啊 爸 大夫都來了 你跑什麼呀 我哪跑了呀 我們多動這兒就這速度 你家孩子可真夠逃的啊 找一圈沒找著 藏哪兒了 叔叔看見你了啊 你載不出來叔叔打屁屁啊 就這智商還給我看病呢 什麼意思啊 沒事 我爸跟您鬧著玩的 坐坐坐坐 老爺子真有意思 逗我幹嘛呀 行了把孩子叫出來吧 快點 我們家沒孩子 啊 是這樣 是我爸得多動證了 我 行 那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 別走啊 來都來了 你看一看啊 不是 你是不是拿世界級專家打場啊 哪有老頭都多動證呢 多動證 學名叫 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是兒童常見的一種 行為異常疾病 從理論上講老年人就不可能得 是 我也這麼跟他說 但是他說他晚熟 那你爸小姐太晚了 是 你給我爸看看吧 行 不就跟老爺子說一聲他沒病嗎 你跟他 對 有病 大爺啊 尖達四聲 王總 沒帶大爺去精神科挑戰啊 我這麼跟你說吧 除了副科 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 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王总 不是说跟那动两下 那就是多动症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 比如说啊 小动作过多 爸别玩了 情绪容易亢奋 狂妄自大 还自责委屈 小枕头 我对不起你 不对啊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 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 是不是 有点意思 来来来大人 你坐下坐下 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 来爸 检查检查 没事不扎症 摸摸毛下不着 好好好 来给我 大人别紧张 来您坐 坐吧坐 那个大夫啊 我刚病两天 可能没什么经验 一会儿要是有什么 病的不对的地方 您多包涵啊 大人 您别客气 我也是第一次 给老头看多动症 我比您还紧张呢 来大人 我先排就这样 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 好 来您坐好了 人家你没事吧 孩子啊 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 但是事赶到这了 不踢还不太对劲 是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大爷 您有没有病 先放一边 您是挺有劲 但这也不能表明 您是多动症 您这算正常 这还正常 那来吧 你试试这条腿 不是 爱人家 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是啊 这也太奇怪了 咱们做个小测试 大爷 您看啊 多动症有个典型症状 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咱们 大爷 您看啊 这是一个月亮 您盯住它 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我在阳王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 在自由的飞翔 现在大爷捂上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看见的 看不见的 看见的 看不见的 这怎么还挑了什么呢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哎呀 这现在我也怕难不好了 大爷咱们再来 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来您坐好 我问什么 这上面都是一些 儿童常见的疾病 我问什么 您有如实回答就行 好 叫什么呀 广场杨丽萍 是这样 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 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那是我喜欢跳吗 你也不在家 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有些小孩得多重症 就爱吃手指甲 那我吃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 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那大夫 我天天吃 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顶 顶啥顶啊 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 你上哪顶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 我顶不顶嘴 前天你奶给我托梦 我俩还顶嘴呢 那上一次尿床 是什么时候啊 1943年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他也尿 你怎么知道 我不在家 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对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你得不得病 跟我在不在家 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 憋出多重症来了 那多重症是憋出来的吗 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 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本 攀岩 蹦极 滑翔伞 你到区域啊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插花剪纸十字秀 医生你听听 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您可以尝试一下 再说了 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呗 你是我儿子 我需要什么 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我一天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猜你啊 爸 那你就忙去吧 我不用你猜了 你快走吧 行了别吵了 我确诊了 这怎么样大夫 大爷 有病 我有病 不是 什么 我爸真得多冬症了 但大爷得了这个 不是多冬症 是新病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 那他证明 这个病是装的 就想要你在家陪陪他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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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装了 这露馅了 不是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 你就告诉我呗 装什么病啊 那你成天不在家 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 我没机会说呀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 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 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那能一样吗 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儿子 是 你现在越来越忙了 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 你看 爸都给你记着呢 你去年一年啊 一共在家待了十天 有时候我就算 你说 我要是还能再活二十年 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 也就剩下两百天了 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 天天陪着我该多好 那会儿日子多得是 现在呀 爸能陪你的日子 是越来越少了 行了 儿子 没事 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 快忙去吧 我是蹦得半天也累了 坐这歇会儿 王总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钱呢 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 多多陪陪家里人 老人就知足 子欲养儿亲不带 孝顺 不能等 爸 我以前 一直以为让您吃好 穿好 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 就不给您钱了 不是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年轻人做事 就是太绝对 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行 爸 再说了 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行 爸 哎 准备 不好意思 让你辛苦一趟 来 这是书 这不行了 我真的不能用 拿着别客气 哎呀 没事儿啊 拿着 没事儿 拿着 没事儿吧 你松手掉不了 嗯 哎 大爷 这个钱呐 我不能要 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 嗨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嗯 没事 哎 孙家 晚上别走了 一起吃饭嘛 对 我就不吃了 我也有点难受 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那行 老爷子 我走了啊 行 走 走吧 那我让司机送送您 好好好 辛苦辛苦了 辛苦来人家 为什么呢 这就只配了半个人呐 我拜计的不是天真 是无需 攻击总 战斗其中间 你第一种 一条目的好 马克长我不是那意思 我想着你说 陪领导打个球 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 这不至于吧 不至于 浩健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 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地说出 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星座血型 生辰八字 这个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他鱼钩上 一条一条刮鱼 这个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 这个喜欢文丸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 拿来给他串串 这个喜欢我 五万 五万 他要胡 好 行 五万就五万 老刘 你自投罗网 给他 来 五万给你 这次算你过关了 本来就是嘛 给我五万 郭科长 你没病吧 你才有病 老刘啊 老刘 我们科里的情况 你是不了解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前年 我们有一个副科长 拿了人家五万块钱 被举报 进去了 我当上了副科长 去年 我们有一个科长 拿人五万块钱 被举报 进去了 我当上了科长 现在我在拿你五万块钱 我们仨人一块进去 斗地主啊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工作问题解决不了 哎呀 我就想啊 找一个什么工作 适合消费干 咦 后来我想到了 快递公司 非常适合消费干 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你仔细说 我路手 门清 谁家什么时候有人 什么时候没人 我一清二楚 万一有个极价 就算他家没人 我也能放他家桌子 我找到你 把鸟子